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路隐末在杂草漫城中 俨然形成一道迷墙 就连军队都迷失了方向 毁随再后的小翔 也正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 一步步向前移动 沿路跟随气氛紧逼地叫人窒息 但可能大马军方查证过小翔手上持有的护照并无可疑 也没有怀疑伪责在后的摄影工作 所以我们意外地拍摄到了许多画面 甚至是军方的负责人 罗哥 罗哥 我们导游 罗哥跟他讲一下 他带我们出去 他要带我们 这位 这位 这位是他们的那个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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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呢 隨行前往的小翔 再度遭到軍方負責人的盤查 軍方認真盡責的態度雖然讓人佩服 但來者的動機不明 的確讓當下的我們十分錯愕 即使如此 屋內的感應 仍持續進行著 這是 他的對角 來 羅賓 羅賓 小光 還有那個羅賓也開始了 因為剛才 你看我後面 你的後面就是有腳步聲 踩著那個草 甘草的腳步聲 草到後面出現 什麼聲音 有男生大聲吼叫的聲音在那裡 知道是軍隊還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請你們去看一下 不過我們的感應還是要繼續持續 私人 似乎呢 這阿彬哥的電影進行 你看那個風停止了 阿彬哥進去 你看那個羅大哥 兩個人一直在持續演動 不知道王弟是誰 其實這兩個怎麼那麼便宜 你牽著我的手改一個嗎 我怕他跌倒 老师 核弹 核兵 核兵 快醒过来 全部过来 往我这边聚集 手牵起来 军方负责人仔细地翻阅着一页页的护照 开始质疑为什么台湾的制作单位 要到荒废的鬼屋里头拍摄 他们一度追问我们是否从事了不法行为 并要求所有人离开现场 观众朋友你看见了吗 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俗称汉马车的十顿半大卡车 而卡车上正载了一支随时可以压解我们的军队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眼前可能面临的是被拘留在马来西亚 还扣上个非法入侵的罪名 反手 起来 反手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再来到 因为海滨别墅鬼魅传闻频繁 而前去进行感应的鬼化外景队 如果就这样成了阶下球 岂不是太无辜了 明明之中我们不仅开始也愿对环境中 无形磁场的干扰 导致了这次意外的厄运 全国先继续停下 全国先出来 全国先爬出来 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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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军队团团包围的外警队还会经历什么更不可思议的事件呢 意外的军队压境也让人不禁联想到海滨别墅曾传出的鬼部队之歌 这又是冥冥中论一种巧合吗